在圣经中 大魏王的儿子 所罗门继承了王位 当上帝询问他 需要什么能力的时候 所罗门并没有要求富裕的生活 或者至高无上的权利 反而很干脆地要求 神赐予他无比的智慧 所罗门并没有要求富裕的生活 所罗门王是耶路撒冷第一圣殿的建造者 并有超人的智慧 大量的财富和无上的权利 所罗门在位时 是古代以色列王国最强盛的时期 根据传统的说法 传道书是所罗门王晚年时期所写的著作 那时正是所罗门王奢淫堕落之后 对昔日的价值观和行为 做出深切的痛悔 他说 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人一切的劳碌 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 有什么益处呢 所罗门王在他年轻时 与主建立了关系 但他远离上帝 完全以属世的视角来生活 并得出了一些不正确的看法 所罗门是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人 但他并不总是聪明的生活 传道书是一部哲学著作 所罗门使用他的逻辑得出的结论是 生活是毫无意义和虚空的 让我们揭开他得出结论的两个主要前提 首先他说 万事都是在日光之下 再来日光之下的一切都是虚空或毫无意义的 当所罗门年轻时 他意识到在自然世界之外 存在一个更真实的世界 结果他把上帝排除在他的思想之外 然后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所罗门旧约中的浪子 最终回归他少年时代的上帝 他将目光投向了日光之上可见的事物 唯有那样他才理解真正的生命意义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 智慧的所罗门王提供的 有关生命的四个结论 第一 生活是一场演出 所罗门将生活比作一出戏 我们是剧院上的演员 这个世界就是舞台 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剧本 传道书十二章一至三节 你趁着年幼 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 就是你所说 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 当纪念造你的主 不要等到日头 光明 月亮 星宿 变为黑暗 雨后云彩返回 看守房屋的发颤 有力的屈身 推磨的稀少就止息 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 上帝给了每一个年轻人重要的信息 你的青春可能看起来 无忧无虑和快乐走运 但这也是一个关键时刻 所罗门说 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 当纪念造你的主 不要浪费你的生命 然后把破烂的遗体交给上帝 接下来 所罗门提供了对衰老过程的最生动的描述 我们每个人都会迎来一个不可逆转的衰老过程 传道书十二章三至五节 看守房屋的发颤 有力的屈身 推磨的稀少就止息 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昏暗 街门关闭 推磨的响声微小 雀鸟一叫 人救起来 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 人怕高处 路上有惊慌 杏树开花 乍猛成为重担 人所愿的也都废掉 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 吊丧的在街上往来 这里 所罗门描述了年老时 身体衰退的情况 身体衰退 视线模糊 牙齿无力 听力衰微 当我们年纪渐长 睡得越少 起得越早 噪音使我们恼火 白发增加了警惕和恐惧 各样的愿望如情欲 食欲和其他欲望都消失了 年纪越大 在你的葬礼尚未来到之前 你参加的葬礼越来越多 他指出 随着年龄的增长 越来越多的阴郁和绝望 进入我们的人生 传道书十二章六至八节 引链折断 金冠破裂 瓶子在全旁损坏 水轮在井口破烂 尘土仍归于地 灵仍归于次灵的神 传道者说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所罗门已经到了他人生演出中的结尾时刻 死亡可能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和破碎的经历 上帝已经为人生的戏剧写了剧本 当你过着充实的生活时 你将能够在荣耀中回报伟大的导演 所罗门在思考他生命中虚度的是 然而 忧伤 抑郁和绝望 无需成为晚年的一部分 圣经这样告诉我们 他们年老的时候 仍要结果子 要满了枝浆 而长发青 又说 我们坦然无惧 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我死了就有益处 第二部分 生命是学习的过程 这段经文说到智慧的重要 传道书十二章十至十二节 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 是凭证止血的诚实话 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 会中之诗的言语又像定稳的钉子 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 我儿 还有一层 你当受劝戒 这书多没有穷尽 读书多身体疲倦 第三部分 生命 为之而活 生命在往前走 而不是往后退 你正在前往一个值得为之而活的目的地 首先 你要思想你的个人救恩 你是否知道你得救了呢 第二 你要专注于你持续的成圣过程并遵守他的生活原则 上帝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以及如何到达那里 他给了你圣经 让你在这持续的成圣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像基督 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 总义就是敬畏神 棘手他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第四 要注意你即将到来的审判 生命本身并不是目的地 而是通往目的地的道路 上帝是生命的最终目的地 检查正在进行中 一切都会被全知全能的上帝所审问 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依靠他 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远 阿们 使徒行万事几章三十至三十一节 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 神并不监察 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 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 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 按公义审判天下 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 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 所罗门发现 如果没有主 生命是虚空中的虚空 如果没有主 所有的道路都是引向死亡 有了耶稣基督 条条大路通向与基督同在的荣耀 事实是 你的人生只有一次机会 昨天已经过去了 你将无法挽回 你只有一次机会 如果到了生命的尽头才抓住的话 你会感觉很可怕 害怕你错过了 所罗门可以拥有任何他想要的东西 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事 然而他说 少年人啊 你在幼年时当快乐 在幼年的日子 使你的心欢畅 行你心所愿行的 看你眼所爱看的 却要知道 为这一切的事 神必审问你 这对今天的人来说 是多么重要的信息啊 你要留心注意他说的话 他劝诫我们要把上帝放在首位 牢记他的名字 他承认他已经忘记了主 当然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所罗门之歌中 没有提到上帝的原因 我们必须提醒自己 要敬畏上帝 不止不能忘记上帝 还要敬畏上帝 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圣经教你什么是智慧 上帝会要求你交代 你对他赐予你的生活 做了什么 传道书告诉我们 如果没有按照主的生活方式 你最终将会走向何方 如果不从天堂和永生的角度 来理解生命的意义 你将会感到迷惑 失望和沮丧 有一天你会说 一切都是徒劳 有什么意义呢 很多人有这样的感受 但真正的基督徒不会如此 他们知道 他们为主所做的一切 都不是徒劳的 这将会有永恒的奖赏 我们的生活方式 补上的是我们的永生 你想这样生活吗 你要以你的方式 还是你想按照上帝的方式生活 然后到了生命尽头 你会说 感谢主 感谢主 感谢主